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這台是三菱的休旅車 這台是2008年 Outlander 然後今天要做的工作呢 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我們的道路板避震器呢 像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這台車把引擎室打開呢 在這個地方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在這裡呢有一個旋鈕 這個KT的LOGO 最主要是來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所以這個是一個上座的部分 我們KT有附上座 前面還有後面呢 這部車的話都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直接用KT所附的上座就可以了 而且KT的這個上座的軸層呢 還是日本KOYO的軸層 所以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車是休旅車 所以今天預計的車高 其實並沒有像一般的轎車的車友 一樣要降的很低 今天的車高呢 預計會跟原廠的車高 是差不多一樣的齁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它的公斤數的話 所配置的是7公斤 200x7公斤 所以這裡有一些局部的零件結構啦齁 這些其實它的車底的架構呢 跟三菱的轎車 PORTIC是共用的齁 所以它的這個局部零件是一樣的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的螺絲點 還有油管固定架齁 所以這個是離載串的話 就不用再改短離載串 或者是改強化的 直接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那KT的用料部分 像是主尼友的話 裡面最重要的主尼友 它所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聲筒進口的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 Outlander所使用的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前面呢 不只要負責上下的作動 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的在腳管上方的托盤呢 安裝完畢之後一定要敲緊 不然它轉向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鬆脫的狀況 就會造成異音 那前面的話 彈簧是200長 7公斤 那後面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所以上座的部分的話呢 是不需要沿用的 直接裝上KT所附的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面的鐵套呢 我們最常遇見的就是 它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可能會鐵套會往上擠 會變形 然後就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或者是它的整體避震器呢 會有歪斜的狀況 這隻還好 這隻有稍微歪斜而已 那它可以使用一段時間的 所以它的鐵套呢 都稍微有一個擠壓到變形的狀況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一個損耗 那後面的話 它的阻尼調整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後面它是需要 把它的飾板呢 把它拆開之後 裝上我們所附的這個延長調整機構 就不用再把避震器拆下來 才能調整阻尼 直接從後座上方 把這個室蓋把它掀開 從這裡呢 就能調整到阻尼了 這個軟管就是阻尼的調整器 那後方的話 它的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方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如果啦 車主的話 有要這台車有要降低車高的話 就會建議要改這一支揚腳調整器 否則它的後輪的Camper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趴 那會就有可能會是輪胎的內側 所以會建議呢 如果要降低車高的幅度比較多呢 就會建議要改楊角調整器 那因為這台車的車高 有要指定的比較高 要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我們有把它的下座的腳管呢 有把它加長 那車高的調整這樣的話 結構會比較簡單 只要把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中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今天預計它的車高 是要跟原廠差不多一樣高 這台是四輪傳動的版本 這裡有一個傳動走 所以它的後走的重量呢 會比一般二輪驅動還要來的重一點點 它的上座其實是有一個扇蓋把它密封住的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一般的它家的避震器呢 就需要把避震器卸下來才能做調整 但是我們有附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可是要鑽這個調整機構呢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它的它的試蓋呢 試蓋下方有一個板件 所以需要從板件裡面鑽孔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調整的延長的調整機構 比如說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它一樣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只是呢 因為延長的那麼長過來 所以它的手感就沒有辦法像前面的那麼的斷斷分明 它會有一點模糊 但是至少這樣的調整方式呢 會方便許多 這個是後面的延長調整機構 它需要把這些試蓋都拆掉 才有辦法拆裝 所以後面的話 安裝時間呢 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好的 以上是今天 08年 Outlander 2.4 四輪驅動的 安裝KT 道路板避震器的介紹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到KT的 FB的粉絲團裡面 找我們小編 也歡迎大家來試乘 謝謝 掰掰